草屯补习班业者免费提供国山升高一的高中衔接学习 以时提课线上教学及影片等三种学习支援 希望帮助偏向及家庭经济弱势的学生 在暑假期间可以随时自我进修预习高一课程 让现在的一小步成为开学后的一大步 即将要升入高中去一个新的生活 那么他的学习最好在这暑假的时候别中断 因此本班采取了三种方式 第一个实体上课 第二种采取录影好以后弄成YouTube传送给同学 第三种我们在上课的时间段同时连线出去 在七月份都是做免费的服务 疫情持续升闻让学生的学习进度大受影响 透过免费课服协助学生厘清数学概念 提高学习效率 并希望帮助学生跟上学习的步伐 增强对数学科目的自信心 可以帮助我就是对高一的那个内容 就是知道比较多这样子 可以衔接上去 觉得可以衔接高一的课程 然后充实这个暑假 不要让这个暑假白白就这样过去 然后老师教的就是不会像课本一样 他会把他的原理就都告诉你 不会叫你死被 他要叫你懂这个东西才能去灵活运用 国善生不仅即将迈入高中生涯 同时得面对新的学习领域 其适应力和学习理解能力也有大幅挑战 现远到紫佑感谢在疫情严峻当下 补习班业者仍然善尽社会责任 不让学生因为疫情而怠慢学业 也减轻家长的经济负担 包括也提醒到家长们 可能这段期间工作上会有经济上的压力 特别就是免费来替这些学生做补习 这样的一个疫情之下 我们也看到说 许多人都愿意付出他们所学来回馈社会 用他们的方式来回馈社会 也是多年教学经验的补习班业者 多年来也透过与多所学校合作 提供弱势学生免费课业补导的机会 能够多一个学习管道 而如此的合作模式也发挥良好的效益 帮助不少学生考取理想的大学 记者洪一伦炒屯采访报道